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政府周一宣布 计划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 包括引入立法以冻结资产 报道称 新措施将要求任何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或个体 公开其在英资产 英政府还表示将有一条新的途径 将冻结的资产捐赠给乌克兰 英国外交大臣James Cleverley解释称 政府正在行使权力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 直到俄罗斯向乌克兰进行赔偿 英国的这一立法 将使那些属于俄罗斯国家或个人的 在英冻结资产在被扣押后 未来还可能进一步被清算和没收 英国将成为第一个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欧洲国家 俄乌冲突以来 英国冻结了超过181英镑 230亿美元的资产 并制裁了超过1550名俄罗斯人 其中包括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前老板 罗曼 阿布拉莫为奇 在欧美国家 此前普遍对俄罗斯资产进行扣押或冻结之后 英国成为第一个采取没收资产举措的欧洲国家 然而 这也引发了更多的担忧 很多人开始担心 这是否会在欧洲开启立法上的先河 没收他国和个人的资产 显然危及到投资人对欧洲银行体系的信任 这也是瑞士等国 在欧盟和美国压力下仍不愿松口没收俄罗斯资产的主要原因 截至目前 俄罗斯在欧洲的资产皆冻结状态 尚未有欧洲国家正式没收俄罗斯资产 欧盟出台价值5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计划 二十日 欧盟同时宣布了一项价值5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计划 该援助旨在帮助平衡乌克兰的预算 同时也为了尽快启动乌克兰的重建工作 并为私人投资者提供担保 世界银行预估 乌克兰十年内重建的需求超过4000亿美元 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其目的是与全球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一道 为乌克兰走上欧盟道路提供可预测的资金 作为一项象征性举措 欧盟去年授予乌克兰正式成员国候选地位 消息人士称 欧盟将在本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乌克兰已满足开始正式加入谈判的七个条件中的两个 他还想强调 尽管2022年2月发生了入侵 但取得的进展 预算和行政专员约翰内斯 哈恩 尤哈尼斯汉 表示 在周二的援助承诺中 170亿欧元将以免费赠款的形式提供 其余的将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 从正式提供